相關的補充資料 你就在Google裡面搜尋吳老師 我是會排在Google裡面的第一個 就是我的教學部落格 那將我慢慢的會把那個我的課程跟部落格慢慢 把它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一個一個銜接 那所以說呢 往後如果說相關的補充資料 各位可以在這邊可以看到 那我會有新的課程的日誌 幾乎我每次上課都會盡量去做補充 那還有就是說呢 我會把它放在部落格裡面的這個連結 所以以後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名稱 這就是我們上課的連結 你把它點進來 那往後的話 每一週我會把每一週的連結都放在這裡 這邊會有一些 課程連結 那當然前兩週因為都還在加退選 所以我會把前兩週的影片會先放上來 所以你們如果上個禮拜沒看到的話 回去自己再看一下 那有些可能你已經知道你就就跳跳著看 也無所謂 如果你是在 那上個禮拜有同學是 因為可能不熟 所以就會特別希望趕快看到 尤其後面在這個什麼 第一個練習 第一個ASP.NET練習 他不清楚就可以把影片看一下 那理論上 這應該會有個YouTube的一個影片 那目前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瀏覽器的關係 應該會有一個YouTube的影片在這個地方會顯示出來 你家家裡的瀏覽器沒問題的話 你可以按直接播放可以看 那往後的話 我都把它放在這個區 這個這一區 這個區裡面 那裡面會有一個 這一個 每一次上課 我都會在做 補充 然後 可能前兩次還在加退選 所以我就 會前兩次可能會先放上來 那之後我會放在一個論壇裡面 就是只有我們上課同學 才可以做登錄的動作 我想如果之前有上過課同學應該都知道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學習問卷如果上個禮拜沒填的話 那請各位把它稍微填一下 裡面的話有一些相關的問題 我想要了解各位的學習需求 我想這個部分稍微看一下 包含就是你的程度啦 你為什麼來上這門課等等的 稍微讓我知道一下 另外就是說裡面也要填一個email 這個email將來我會利用這個email在發 信件給各位就是加入我的論壇裡面 然後還有就是說那個 下載一些相關的檔案就在這個連結 所以 將來請各位把這個連結記一下 就是goo.gl這個這個連結 然後裡面的話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我會把相關的補充資料放這裡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從這個連結裡面 看到比如說像上禮拜的畫面 因為